AudioJungle 加入我们希望之声,经典校园名歌节目,我是斐真,上一集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诗必无鱼腿赵梅两位才女组成的二重唱组合,今天要特别为大家介绍腿赵梅,在她们各自单飞后,继续她的歌曲创作,她的个人专辑《奔放奔放》,便获得1980年度金鼎奖,主打歌便是《奔放奔放》造线,在仍然是名歌演唱会上必点的安可曲, 也是我们一些四五年级生非常美好的回忆,不过我最近发现,有不少六年级生她们也爱唱名歌,也收集名歌,Aspigo等于WiadoW,ABSBYGOOGLE,BUSH,或许有些听众听不懂是魔,是四五年级生,其实这是台湾最终华女国,40年到50年左右,出身对一群人的另一种称呼, 如果把它加上1911年,就变成1951年,到1961年左右出生的人,也就是现在大概50岁到67岁这样年纪的人了,这样您是不是比较理解了呢? OK,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能带动戏分》的歌曲,杨丽德作词,腿赵梅作曲的《奔放奔放》,每次听这首歌,都会让我充满了年轻的气息,我们继续来聊腿赵梅,她有九张个人专辑于超过200首的创作作品, 从风起云涌的民歌运动,都像台湾流行歌曲《黄金年代》,腿赵梅都参与了,所以除了《奔放奔放》,腿赵梅还写过好多好听的流行歌曲,像苏瑞的《心痛的感觉》,金苏梅的《最后的恋人8230》,我们可以说腿赵梅,真是一位兼具知性与感性的创作型歌手, RB2GO等于WIDOWABSBYGOGLE,BUSH,在搜寻腿赵梅的个人专辑时,意外发现了在她1982年的专辑收音机,有一首歌空白铭信片,非常有意思,也蛮好听的,在我们那个梅,有手机电脑网络,一切的通讯几乎,都是靠写信,我记得我高中时期还,教了好几位很不错的笔友,现在只有网友, 网络上的朋友,明信片是三四十年前,在台湾也可以说全世界还,很普遍使用的一种传递讯息,有益的方式,这首歌空白明信片,是说爱上你不是好消息,也切莫不能告诉你,我的心也在哭泣,只好偷偷寄给你一张空白的明信片,里面没有一个字,没一句话,我的心在哭泣,一起来欣赏,有作词,杨立德作曲,演唱, 腿兆梅的空白明信片,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听腿兆梅收录,在1985年的专辑,昨夜的话里面第一首歌不再停泊,费真祝福您今天一切顺心,拜拜,转载请注明希望之声 ��独播 静优独播